1979年邓小平手下一先锋前往深圳任职 5年后成功创造出深圳速度 邓小平当年提出来想要开发经济特区时 思想仍然停留在计划性经济的人们并不理解 人人认为谁去深圳就是接下了一个烫手山芋 这是一个人果断接下来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是谁有如此魄力接下这块烫手山芋 深圳一开始是什么样的情况 它又是如何带着深圳成功翻身的 在视频开始前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这位开创了深圳速度的先锋叫梁湘 1919年出生在广东的一个家境富裕的华侨家 因为家境良好 所以即使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他平稳的念上了书 不过由于局势动荡 家里的人很小的时候就教导他要珍惜念书的机会 长大之后可以更好地报效祖国 他不负亲人的期望 从小念书就十分认真 在学堂与社会上 他渐渐理解了家国的重要性 从来没有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学问 在广州学习的时候 就多次加入到爱国主义的学生游行 1936年 年仅17岁的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本来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他 可以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 可是当他看到日本的挑衅 民族的危难 他毅然决然地前往延安 加入到了抗日战争中 加入到军队之后 他几乎就没有再回到家 并非是他不死念家 而是他看到百姓们一直受战争的侵扰 坚定了心中的信念 给自己的母亲写信 忠孝不能两全 而他选择了忠于国家 在封烟四起的战争中 他踏实肯干 把自己全身投入进了拯救祖国鱼 水生火热的事业之中 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他才获得片刻的休息时间 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 他又被委派到各处任职 无论在哪 他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忠心 做出来的各项举措都是为了人民能够更幸福的生活 在国家的情况趋于稳定之后 如何发展经济就成为了当时的一大难题 由于中国经历了多年的战争 经济状况大不如前 而且国际形势早就发生了变化 若是国家不做出改变 便无法赶上国际发展的脚步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就是深圳乃至整个国家的转折点 在这场会议上 全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深圳有了新的发展机会 邓小平想要打破旧体制的死胡同 就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先进行改革 经过各地的多次实地考察调研 深圳是一个不可多的宝地 虽然他们去看的时候 深圳只是一个落后的小渔村 但是地理位置良好 与澳门和香港比邻 是一个联通国际的良好出口 最终在1980年6月 终于确定了广东省经济特区发展条例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了 可是有谁去深圳经济特区当这个一手先锋 也是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 要想打破常规 就必须要选择一个胆子大 敢于创新的人 经过仔细的筛选 终于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人 1981年 良湘受到党中央委派 前往深圳 担负起发展深圳的主任 在临行之前 他就明白 中央没有多余的启动资金给深圳 要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展深圳 这一次任务将会十分艰巨 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良湘看到深圳的景象 还是吓得一跳 整个经济特区 甚至都没有一栋高楼 几乎全是低矮的平房 甚至良湘自己住的地方 都十分的简陋 尤其是在夏天 蚊虫叮咬 简直是一大折磨 甚至于开会也没有宽敞的地方 也只能在逼着又闷热的房子里 除此之外 当地的人 还也十分的短缺 身边能用的人 只有不到2000个人 发展的计划推进得十分困难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良湘是怎么推进自己的工作 又是怎样把一个落后的渔村 建设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前列的城市 1981年62岁的良湘 抱着决心改革深圳特区 最终创造出深圳特有速度 深圳不止经济落后 环境也十分的恶劣 良湘在深圳新上任时 就面对了很多艰难的问题 他是如何克服困难工作 又是怎样解决的问题 并且一步步的提高了深圳的经济水平 发展经济特区 就要有具体的发展计划书 可是良湘到深圳的时候 只有荒田和淳朴的渔民 发展什么 怎样发展都得自己一步步想 面对高强度的工作 良湘要想更快的推进工作 只能压缩自己的休息时间 身边的人也跟着他的速度 办公效率增高 他多次考察香港和澳门的发展方式 结合深圳的自身情况 想出了自己一套的发展理念 并且在发展中不断的完善 想要发展就得需要人力支持 但是一开始的深圳人才稀缺 由于环境过于落后 根本没人愿意来 良湘只好在限度那初 针对于人才的优惠政策 想要用房产等招来几个人 这招也真的管用 很多人看在这些条件上 都来深圳试着发展 有了人力之后 就要发展财力 一开始深圳的定位 就是一个对外贸易的窗口 那就需要吸引外资 来深圳进行投资 促进经济发展 可是深圳一开始 只是一个小渔村 所以他们的基础设施 十分落后 尤其是电力 能源等 可是若是想发展经济 光靠稻田和荒山野岭 根本吸引不到外资进行投资 但是由于国家刚恢复发展不久 手中没有多余的钱 拨给深圳发展 中央早就说了 只给政策不给钱 为了解决这个困境 良湘自己担保 用自己的信誉 向银行贷款 除了他之前 根本没有人真的实践过 这种贷款方式 这种反而遭到一些人员的质疑 但是良湘斌 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反而跟相关人员说 让他们大胆地去干 出了事情他负责 得到第一笔启动资金之后 良湘将他们全部投入到了 计划中最重要的区域 在市区新建设了 八十多条马路 另外还改善了电源 交通 电信方面的状况 最终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 初步形成了一个 能够吸引外资的投资环境 之后就是要和外资商谈进行合作 虽然现在看来是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在当年 人们都是计划性经济 和外资合作 无异于与虎谋皮 在人们眼中 就是把自己国家的资源卖给国外 谁合作 谁是卖国贼 所以良湘身上的压力 不是一般的大 稍有不慎就会背负骂名 但是为了深圳能更快地发展 他咬着牙也要坚持 最终深圳成功地引进了许多外资 各个企业经营状况都十分良好 深圳也从一个小渔村 长成了一个大城市 这些引进的外资技术 也填补了我国的一次空白 促进了国内的技术进步 在深圳发展良好之后 还和内陆的一些企业达成合作 既解决了当时的资金不足 资源困乏的困难 又提高了内陆的经济发展 之后又以工业为中心 发展特区经济 外资引入进来之后 本来在工业方面 十分薄弱的深圳 有了发展的资本 深圳特区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指数也直线上升 人均收入也不断增加 经济的提升 也让外界的人们 看到了发展的机会 大批人员选择从外省回到深圳 流失的人才回来了不少 更多的人参与到了深圳的建设中 良香在深圳的发展上用的 都是大刀阔斧的创新性改革 很多招式 都是和人们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 但正是这份大胆 才让深圳能如此迅猛的发展 深圳的成功 除了良香的智慧 也离不开中央政府 在政策上的权力支持 深圳是各位干部全体努力的结果 深圳经济特区 经过良香的改革下 有着巨大的变化 那独属于深圳的名词 深圳速度又是什么意思呢 邓小平对深圳特区的发展 是否满意 良香在深圳进行 大刀阔斧的创新性改革 五年后成功驻就深圳速度 良香带领着深圳 创造出了独属于深圳的词条 深圳速度具体到底有多快呢 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邓小平对深圳的发展情况满意吗 由于时间紧 任务中 良香一直都讲究效率 深圳速度的时代也是由他开启的 一开始的深圳 连五层小楼都算是鹤立鸡群的高楼了 为了更好地展示深圳的面貌 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良香决定建一栋标志性大楼 也就是后来的国贸大楼 谁也没有想到 因为这个项目经历了很多曲折 深圳才开始了深圳速度的起点 良香最初的想法 还是遵照老办法 由省里的一个部门 把这个项目包给省内的一个建筑公司 委托对方全权设计并建造 可是事情一开始就不顺利 最初建筑公司的报价是 每平方米550元 但是不久之后又重新报价 最后网上加到了每平方米580元 甚至他们还要求特区自己提供建筑所用的 所有材料的指标 可是这个项目并不属于国家投资 深圳根本不可能拿出来那么多材料的指标出来 由于双方对于价格不断的拉扯 工地停工空闲了两个多月 建筑公司或许能沉得住气一直拉扯 但是深圳的发展是等不得的 在和承包公司商量无果后 良香果断决定换一种方式 向有能力的其他建筑公司招标 而招标的规则 就是让各家公司竞争 选取最优解 并且还采取重奖重罚的方法 提前一天 公期奖励1万元 反之延后一天 就会惩罚1万元 这条消息一出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各界人士都不得不佩服 再次打破常规的良香 包括港商在内的十余家建筑公司 都参加了竞标 最终 是由之前从未参加过竞标的中国一野 以绝对优势成功竞标 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他们就做了大量的准备 知道这个大楼对于深圳的重要性 他们不为挣钱 最后亮出的底牌 让深圳政府都为之一惊 相较于之前的承包公司 中国一野对于国贸大楼的报价 每平方米只要398元 并且承诺工期只有18个月 其他的公司看到这个底牌 都选择了知难而退 招标成功之后 双方愉快地签订了合同 而中国一野 也没有让深圳市政府失望 最后竟还提前94天竣工 国贸大厦这样复杂的工程 从准备到最后竣工 只消耗了一年多的时间 而其他公司都至少需要整整三年 这就是中国一野 创造出的深圳速度 深大速度也是深圳速度的生动诠释 深圳发展起来之后 梁湘决定在深圳建造一所大学 这样能培养更多的人才 深大再次展现了深圳的速度 将本身24个月的工期压缩成7个月 而且确保了工程质量 这在中外各个高校都是从未达到的速度 1984年1月24日 邓小平第一次南巡 梁湘全程陪同 紧张地等待着邓小平评价自己多年来的努力 但是他并没有做出什么指示 而是向深圳的各层官员表示 他这次来只看不说 随后的这几天 邓小平果然没对深圳的发展 做出任何评判 一直到离开深圳 也没有留下支言片语 这下深圳人民慌了 终于 邓小平在当年的2月1日 写下了一幅字 赞扬了深圳的发展 并且肯定了 发展深圳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幅字被梁湘挂在了墙上 一直留存至今 梁湘对于深圳人民来说 也是一个精神力量的代表 一开始 他想在深圳市委政府门口 塑造一个雕像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形象 来代表自己 以及深圳人民的精神 跟雕塑师商讨之后 才定下了如此牛的形象 在他身上 能看到坚韧不服输的梁湘 也表现了深圳人民 长时间为家乡发展做出的努力 1986年5月 已经把深圳建设的 有模有样的梁湘 工程深退 转直到海南省 借着研究对海南的发展和建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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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